要说到德云社莽撞第一人 那非烧饼莫属 单手举石墨直播吃辣椒 在豆笑社中追的秦小贤满街跑 这些无疑做是了莽撞人的称号 但了解烧饼的都知道 烧饼其实是一个铁娇娇 特别害怕尖嘴类动物 在豆笑社中烧饼就被大鹅围攻 只能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而且在前几天在户外露营 因为鸡和鸟的叫声 烧饼在帐篷里瑟瑟发抖了一宿 不得不说烧饼基因的强大 烧卖不但在长相上随了烧饼 在性格方面也跟烧饼相似 同样也怕尖嘴类动物 近日烧饼一家三口一同去踏青 地点却选择在动物园 看到饼扫晒的图片 网友们也不由的发出感叹 幸亏烧卖没遗传饼哥的基因 害怕鸟泪 而饼扫的回答却让网友们 发现了烧饼基因的强大 饼扫回复道 烧卖强成了两秒 拍完照后立刻溜走了 饼扫的回答让网友们哭笑不得 不少网友表示 真是亲父子俩啊 越来越像了 但烧卖还是比饼哥强一点的 毕竟还能坚持两秒 而烧饼连动物园的门都不敢进 当然看到这些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烧饼还是要三胎吧 期望三胎能是个女儿 长得像嫂子一点 也有不少网友 怕饼哥的基因太强大 三胎还是像饼哥 当然无论长得像谁 大家都非常的喜爱 如今饼干已经四岁了 烧饼也把说像上的基因 传给了烧卖 在去年的直播中 只有三岁的烧卖 就已经能被灌口了 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惊喜 如今德云社最小灯台演出的是 郭麒麟的徒弟 赵云霞的儿子赵多多 如今烧卖已经拜师烧饼的搭档 曹赫阳 看到烧卖如今已经可以背出灌口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登台演出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